哈囉,大家好,我是智光 今天呢,介紹一家很有特色的餐廳 它叫香蕉新樂園 走吧,Let's go啦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家餐廳的門口 在這個左手邊這裡 它有一個一節火車的箱 讓遊客進去拍照啊,自拍什麼 反正就是,一切都是很復古 好,我們進去啊 吃個東西,拍拍東西 現在我們已經進來這個,香蕉新樂園這裡面的餐廳了 那它有先上這個menu 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餐點的啊 我乾脆來點這個 這個有一點點類似像港式飲茶的茶點來吃 竟然還蠻不錯的 好,那我就準備來叫餐囉 好,那等一下呢 就帶大家去看一下它們的復古的地方 那先暫停錄影 我們現在眼前看的這台計程車啊 哇,真的超舊的 那旁邊還有三輛這種古董的機車 那其實現在這種機車 馬路上還是有人整翻新 然後出來騎也是有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裡啊 有一個很老舊的醫療器材 這應該是以前牙科在用的 這個一些東西真的 我想現在要收集很老 那我們現在找到正前方啊 有一個仿舊的那個理髮廳 它那個裝潢,超像的 在這裡看到以前的 底片的舊單眼 這個就超仿舊的啊 也是一家... 雜物店 哇靠,大家看眼前這一台電視 它還可以播耶 超屌啊 它前面這隻就是他們著名的公仔啦 它們現在眼前所看到有一點點仿舊的那個戲院 單泡綠座 單泡綠座 這裡還有一個雙泡綠座 蠻有趣的 雖然這個不是我年代 我也看不懂到底是在幹嘛 這一台下 進去 上二樓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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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釀索 尋sel 走 跑 走 走 走 我彷彿來到一個新樂園 因為我來過二樓 其實二樓沒有這個區塊 不過應該是近幾個人才在弄出來 都是一些古時候的早期的娃娃 這個阿公的年代的Pachingo 木製的機械式木製的Pachingo 超屌的阿 其實我有看過日本節目 他們有介紹過這個東西 我們已經參觀完了 一樓跟二樓 我們現在準備去吃我們剛剛點的餐點 看吃起來如何 我們回到桌上阿 我們的餐點阿已經到了 那我點了叉燒包 然後跟蟹黃燒脈 然後這個魚刺獎 珍珠丸子 然後這個蠻可愛的耶 竹鼠南瓜包 蠻可愛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開動吧 那我吃完的時候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評價 我們已經把這個五樣阿 類似像港式飲茶的茶點吃完了 然後點了這個拿鐵紅茶 其實我給的分數就是一般般 它沒有很好吃 也沒有很難吃 及格分數吧 那其實呢就像我講的 這裡是一個特色餐廳 那過來拍拍照 走走看看 其實這一次很不錯 OK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了 那喜歡吃影片請下方幫我點個讚 按個喜歡 然後把我影片分享出去 各單元的節目呢 就做到此了 那我相信我往後 會有更多介紹吃的 然後加上有景色的地方 介紹給大家 那想要繼續追蹤本頻道 請按訂閱喔 那最近訂閱率上升 謝謝大家的觀看阿 我們下次見喔 大家掰掰 掰掰